你好 我是姜妮 今天的主題是要組三巨頭嗎? 無論對的下一步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 截至2020 10月21號 我們球隊下一步這個系列做了很多集人 目前反應還不錯 很多朋友會留言想要看其他球隊的下一步 但我原則上還是會以今年有打進季后賽的球隊為優先 先努力做完這個部分 再來做其他的部分 還是那句話謝謝各位對這個頻道的支持 謝謝 不管是開直播還是做其他球隊的下一步 留言板基本上都是希望可以先做胡人隊或者是勇士隊等等 我可以理解你們的想法 畢竟胡人隊在2000年之後拿下了6次總冠軍 曾經的美國奧運勇士隊則是5年3冠 但你有一年是最強亞軍 所以如果你是年輕的球迷 原則上應該都是胡人 樂火勇士再加上馬次隊的球迷比較多 因為這4支球隊在2000年之後 一共拿下了16次總冠軍 冠軍拿得多代表球迷也多 這一點沒有問題 但實際上我自己是綠三軍的球迷 所以每次要做胡人隊的影片 我在心情上都要先冷靜一下 想當年NBA西魔東鳥那時候的綠三軍也是圈粉無數 但現在就再看看吧 反正希望我們家的ENG真的要加油 好我抱怨完了以後拉回主題 胡人隊本季又跟過去幾年完全不同的球風 也就是強勢的前場跟近區戰力拿下的總冠軍 我自己的看法這一定會帶給其他球隊 在近區戰力上有不同的想法 如果胡人只是拿下一座總冠軍 也許影響不會這麼大 其他球隊在自由市場開始之後 可能就是多補個近區球員來備用 實在說就是針對AD 可是如果胡人完成二連霸 那未來聯盟的球風應該就會慢慢的改變 也就是更強調近區球員的戰力 至於胡人會不會二連霸呢? 不知道但國外很多媒體 目前還是看好胡人隊是奪冠大熱門 這次聊胡人隊我們用不同的方式聊 因為很多朋友會問有關交易的問題 我等等順便聊聊我自己心中的想法 一路往常請大家放輕鬆 因為人人的想法不同 接著我們直接來看薪資表 對又到了最殘酷的時間了 下個3D在沒有任何交易的情況下 球隊薪資為1.19億 AD目前已經跳出合約了 另外Rondo跟KCP也都跳出合約了 AV Bradley跟McKid是球員選項魔獸跟Morris合約到了 所以胡人隊在修賽系的工作其實蠻多的 接著我們一個一個來聊 AD的部分很簡單給他頂薪就對了 這個不會有問題 比較麻煩的是Rondo、KCP、魔獸跟Morris 我們先聊Rondo 他上個賽季的薪資是250萬左右 但目前他是找鳥的資格 如果要簽找鳥資格的球員 1是原本的薪資乘上1.75倍 2就是用聯盟的平均薪資 這兩者取高的價格去簽 第一年的合約 聯盟上個賽季的平均薪資是925萬左右 下個賽季目前還不確定 所以如果你要留下Rondo 基本上就是給900至1000萬左右的薪資 但這裡要注意的是 這個合約至少要簽兩年 簡單的說如果胡人隊要留下藤真Rondo 就是兩年大約1900至2000萬上下的合約 另一個可行的方式就是用中產條例簽 但我認為機會不高原因等等會提到 接著來聊KCP的部分 胡人隊有他的鳥圈 留下他沒有問題差別在於薪資要多少錢 因為KCP算是一名角色性的球員 也就是3D球員 所以要花多少錢留下他呢 這一點也是我們可以觀察的地方 再來就是魔獸的部分 他的部分比較麻煩 因為他沒有著鳥的資格 再加上他原本的薪資只有250萬 所以剛剛提到的中產條例這個部分 用來簽魔獸是比較合理的 但老實說留不留得住不知道 因為胡人隊的Morris狀況跟魔獸一樣 這兩名球員都是飛鳥的狀況 所以如果胡人隊要把中產條例全部都給魔獸 那Morris就很難留了 除非Morris願意接受比較低的薪水 目前我們不能確定 胡人隊到底是會得到全額中產還是迷你中產 因為這還要再看胡人團隊薪資會不會碰到硬上線才能知道 這兩者的差別在於全額中產在上個賽季大約是920萬 迷你中產是570萬 所以差別非常大 這也是為什麼胡人隊目前在跟聯盟提出 希望羅電的合約可以在團隊薪資中去除的原因之一 因為這可以讓胡人隊有更高的機會擁有全額中產 所以胡人目前向聯盟提出申請但會不會過不知道 以魔獸今年的表現來看很多球隊都想要搶 所以如果其他球隊願意給魔獸全額中產這樣的薪資 但胡人隊沒有辦法給的話 魔獸是很有可能會離隊的 另外我自己認為Morris胡人隊是可以留的 除了總冠軍賽對任何的一次失誤不提 其實Morris的球風非常適合胡人隊 身高68 體重245磅 更重要的是他有外線的能力 這裡我們要注意的是Quinker 他的合約雖然是300萬但球隊只保障100萬 這代表的意思是胡人非常有可能放掉Quinker 這樣的動作是要讓球隊在薪資操作上有更大的空間 畢竟他目前並不在球隊的主要輪換名單之中 所以胡人隊合約的部分大約就是這樣的 簡單的說AD給點心 KCP原則上是一定要留的 因為未來球隊可能會進行交易 比方說Danny Green 加上某某某去換CXXX等等 而且AV Bradley會不會跳出合約我們也不知道 但留下Rondo是我更認為目前胡人隊最重要的事 簡單的說球員重要性順序為AD Rondo KCP 接著是Morris跟魔獸 魔獸放最後的原因是目前有消息指出 表弟下個賽季有可能會回到胡人隊 他因為這幾個賽季大傷的關係 所以如果他想要回到胡人隊 非常有可能會是底薪 而一旦表弟願意留在胡人隊 這也代表著胡人隊的禁區 只要由McGeek在就要上Morris跟AD 這樣的戰力絕對是足夠的 更重要的是剛好提到 魔獸的合約比較麻煩 這當然就要看胡人團隊的想法了 另外Dradley、Georah Smith、Deon Wittes等合約到期的球員 球隊會不會留下他們呢? 其實並不是現階段最重要的事 接著來聊交易的部分 我先回直播時最多人問我的問題 那就是對於玫瑰來胡人隊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除非Rondo沒有留在胡人隊 這樣的話我個人才會考慮這樣的交易 第一點Rondo竟然在場上的價值 就是有目共睹的 他的存在讓皇上可以放心的在場下休息 而且當他在場上的時候 球隊在進攻端上不會亂 對於熱火隊的這個回合 他把AD從左邊交到右邊來執行戰術 這個回合如果是其他球員 非常有可能一對一就打掉了 但AD是胡人隊在場上最大的優勢 所以Rondo做這個動作非常合理 這就是一名控球後衛在場上的價值 整個季候賽 他送出70-71賽季之後 從板凳出發的球員中最多的105次助攻 超越了鬼之切入Genoveli 所以胡人隊有了他跟皇上兩大助攻王 這也代表著球隊在進攻端上是不用擔心的 但Rondo在受傷之後 其實防守能力不如年輕的時候 而且他的三分球雖然會進 但原則上你不能把他當成定點射手使用 所以如果Rondo留在胡人隊 而胡人隊又交一來玫瑰 當這兩名球員同時在場上的時候 誰會是持球者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這兩名球員 都不是防守能力相當出色的球員 畢竟都受傷過 而且Rondo目前33歲 玫瑰31歲 更麻煩的是玫瑰身高只有6.2 Rondo只有6.1 這樣的後場高度老實說是不足夠的 所以如果胡人想要交於玫瑰來球隊 在Rondo還在胡人隊的情況下 我個人並不支持 畢竟球隊已經用這樣的打法拿下一次總冠軍了 實在沒有必要去改變目前的打法 這當然是我個人的想法 接著就是球隊會不會用Danny Green Keyo Kuzma 再加上拳秀全等等去交易Lavin Oradibo等球員呢 我個人認為這是可行的 第一點皇上已經35歲了 而AD只有26歲 換句話說 就我未來心態看 球隊當然想交易一位比較年輕的球員 來跟AD進行搭配 而且這回是無縫接軌 因為Lavin、Oradibo都是後場的球員 所以站在胡人隊的立場 不用去擔心場上位置的問題 另外總冠軍在面對熱火的第六場比賽 胡人隊已經讓AD打先發5號位 皇上打先發4號位了 所以KCB或AV Bradley如果有留 除了皇上跟AD之外 場上其他三個位置 胡人隊依然可以放KCP、Lavin或Oradibo 再加上AV Bradley的陣容 這樣的陣容可以在關鍵時刻使用 畢竟AD不想扛5號位這是事實 而一旦Lavin或Oradibo 可以融入胡人隊的打法 那這支球隊在場上 就會有更穩定的第三得分點 而且是一名可以主動持球進攻的球員 這會讓胡人在進攻端上的變化性更大 跟皇上在騎士隊一起拿下 總冠軍的Kairi Lavin 就是最好的例子 更重要的一點是 Rondo其實這幾年大小傷不停 所以胡人隊也要去思考 我來當Rondo受傷、退休 甚至是如果他沒有留在胡人隊 那麼當皇上下場休息的時候 誰要當場上後場的發動機 誰可以跟AD做搭配 這也是我個人認為 胡人隊可以嘗試做交易的原因 另外胡人一定要再簽下一名3號位的球員 目前的消息指出 胡人對於金塊的Jeremy Graham有興趣 但我個人認為金塊隊會全力留下他 為什麼要簽3號位的球員呢? 因為胡人下個賽季的季后 在非常有機會對到快艇隊 本季快艇隊是敗在自己的手上 畢竟球隊是3比1的絕對領先優勢 但最終讓金塊隊上演逆轉秀 不過快艇目前的金塊教練呢 我也相信快艇隊在自由市場上一定會有動作 但只要快艇保留可愛跟Paul George這雙人組 那麼對於胡人隊來說 就一定要再補一名3號位的球員 三個賽季胡人簽下Daddy 很大的原因就是怕封線上人手不足 再加上凱夫褲子馬的防守能力不太穩定 總冠軍賽熱火隊的Jimmy Butler 單點突破的能力相信大家印象深刻 但如果論進攻能力 可艇絕對不會比Jimmy Butler還差 釣魚跟Paul George能不能保持穩定 我們不知道 但只要他是穩定的 這兩名球員會帶給胡人隊 風險非常大的壓力 畢竟熱火隊只有Jimmy Butler一個人 這一點跟快艇隊是不同的 所以胡人隊一定還要再補一名3號位的球員 畢竟Daddy合約到了 而且年紀也大了 整個來看胡人隊在自由市場開始之後會非常忙 因為有太多合約的問題了 這也代表著變化性會非常大 但只要球隊能保持目前這樣的球風 也就是以AD跟皇上為主 後場球員負責防守跟3分球 5號位其實是魔獸還是表弟 我個人認為影響不至於太大 因為關鍵時刻AD還是打5號位居多 如果有球員離開胡人球迷也不用太擔心 只要找功能性差不多的球員進行補強就好了 畢竟這支球隊除了皇上AD跟Rondo之外 其實其他球員都是角色性的球員 所以胡人球迷如果看到有球員離開 真的不用太擔心 至於會不會進行交易呢 就讓咱們一起看下去吧 好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就出囉 這樣大家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個事實的鼓勵 更重要的是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佳琳我們下次見拜拜唷